花莲的知名吉点七星潭风景区多次发生流浪狗伤人事件 县政府在流浪狗出没区域设置了捕狗笼 又捕器还有告示牌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两支驱赶器和告示牌都被民众给毁损了 县府农业处表示说目前已经报警查办 蓝金白云硬撑配上绿树草丛 看起来风景优美 这里是花莲七星潭风景区 曾经流浪狗出没吓坏不少民众 担心流浪狗伤人 花莲县政府在七星潭中边流浪狗出没区域 放置捕狗笼跟鹰坡驱赶器 还设置告示牌提醒民众 不过现在却传出遭到民众破坏 那所有的驱赶器都移除了一个原来设置的位置 那其中有两支是被严重踏坏的一个状况 那在告示牌的部分呢 实面里面有两面是被整支的折断 这些是防御所他们去安装的 那已经安装一段时间了 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去做一些破坏的动作 遭到破坏的驱赶器等公务 花莲新政府已经报警查办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7月为止 吉星潭风景区已经诱补了11只流浪狗 还有2只猫 提醒民众若是为游荡犬 导致环境脏乱 妨碍卫生 可以现行废弃武器礼法 民众应该善尽宠物管理的职责 记者中文报道